這艘船 這艘船叫做路易斯 他原本是那個韓國的韓景海運的船 不過因為韓景海運他倒閉之後 被英國的船東 Rodic Marrior 買下 所以現在所屬的船東都是 Rodic Marrior 所謂的船船就是 他對於那個品牌 沒有很特別的去標示 船身兩個左右乾旋的品牌 因為他是租船 但是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船首要寫Safety First 這是安全第一的意思 然後他這條要停在達飛通運高雄公司的 APL69號碼頭 這條駐車在Liberia 他的母港 也是叫傳奇港 他總頓位是四萬零八百五十五噸 在重頓是五百五萬兩千零二十四 因為我第一次來寄幾幾個 所以講話有點吃吃吃吃羅斯吧 沒事了算叫吃羅斯 我現在看到那個煙囪齁 有一個地 那就是英國傳統 Rudic Rudic Marrior 簡稱Rudic D-O-D-I-A-C 現在有點不清楚 因為今天天氣有點不好 沒辦法 现在它正要左转 然后右靠APL 这个美国总统轮船公司 因为它被CMACGN这个打飞同意吃掉了 所以 所以就简称就是那个美国总统轮船 美国总统轮船那个字是什么来的 它就是APL America President Limited 美国总统 我现在转到另外一个角度 它可以看到 它可以看到这艘货柜船 它里面有一个地 蓝色那个线写一个白色的地 是刚刚讲的英国船东 他把原历族的韩进海运的这艘船买下来 然后 船东 是所谓的那个船的老板 然后 改成这个Rudic 所以他现在Rudic旗下的船 船队 现在经过有一艘那个 鱼舰署的水12号 会 trying到海洋研究工作船 要意及海洋研究工作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